祝你們平安 平安 你們好辛苦啊 不過能夠用一點點的時間 給神分別為聖 這個是記憶當中你會存留的 我在小時候長大 我在從小到大的過程當中 我沒有記得很多事情 坦白說 那我這些事情在我腦中裡面 記憶得很清楚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有做颱風 你們知道颱風嗎 那個叫Hurricane的 我們叫颱風 在颱風天的時候 在很早的那個日子裡面 其實呢 沒有人知道那天要不要上課的 就是做颱風 那個罩牌被掛到到處吹 然後早上起來就想一件事情 今天到底要不要上課 後來想一想 老師 上次也沒有說不用上課 大概要去吧 一走到街上 沒有什麼人走的 就是我跟我哥哥兩個人 就在街上走 一晚上白天就稍微少一點了 到學校去的時候才明白呢 整個全班 五十幾個學生 就只去三個人 我們坐在那裡 老師居然來了 那感覺真好 你們懂個意思嗎 那感覺好像說 你看我是最認真的那種感覺 那我是記得很清楚 很早就去啊 很早就去 所以我覺得人生裡面 你們會記得這樣的日子 就是你們很早起來聚會 這個是很寶貴的一件事情 因為早晨起來聽上帝的聲音 現早進 我等一下要講到這個事情 那我們昨天呢 我們昨天講到的是什麼 與神同行 但是我們講到的是 觀念性的與神同行 我們講到說 與神同行的時候 要聽得懂上帝的警告 聖經的話語 警告你的時候 我說你要認真的聽 不要當作小事 當耶穌基督說 將來在審判牌前 會受審判的時候 你最好相信 因為這個事情 一定會領到你身上 當耶穌基督允許說 如果一種受苦的 將來要與我一同的榮耀 你最好相信 因為這事情會發生的 你可能說我不在意 什麼榮耀不榮耀 我這個人謙卑得很 我不需要我的榮耀 只會以基督做我 我不用上天堂就好了 你現在講得很容易 但事實上不是那麼多的事情 你知道我可以講一些台灣的事情 台灣的每一個男孩子 都要當兵 只是當的兵 一樣不一樣而已 在大學裡面 最後的四年級 女孩子考託服 男孩子考育官 你知道育官嗎 就是當兵的那一種 你到底是當官當兵 就這麼一考就決定 總班上呢 有四個男生 不是五個就忘記了 考上軍官 我是其中的一個 就當一個少尉軍官 那麼其他人能當兵 你說這什麼差別 反正兩年過去就過去了 不一樣 聽說有這麼在別的地方 有發生這麼一件事情 同一班同學 一個當兵 一個當官 但是這什麼關係 兩年大家混就過去 我們又不是職業軍人 是法律教育 當然不然我們就不當更好 可是不一樣 兩個一起去當 一個當官 一個當兵 剛好這個當軍官的呢 同學呢 有一天路過軍營呢 他那個同班同學 正在藏衛兵 你知道藏衛兵 軍官進來要做什麼 進行 這個同學他整他了 他走過去再走回來 走回來 聽到最後 聽說那同學就哭了 我在明白那個叫 哀哭妾子 你明白意思嗎 你覺得這個無所謂 我看到時候就是有所謂 怎麼會無所謂 到時候你看見 你在你是教會的 什麼長老 徒師 牧師 不管你做什麼 有個小弟兄 每次來都沒有什麼 都坐在後面 只是撿撿 撿撿 教會什麼 他當個媽 人家旁邊有人 有人聖經不熟 就幫他翻 然後他就盡量的復事 雖然他沒有什麼才能 以後他確隔了江山 基督做王 你這一個 當長徒師 當牧師的 居然沒有得江山 你的感覺怎麼樣 會很糟 會很糟 以前我呆他擦巾了 我跟你講一件事實 聖經從來沒有講到 會講到的人得江山 找到了親自的 他只有說你們會做 你們要送更重的審判 因為你做多人的師父 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聖經有說 你把一杯水給醉小弟兄喝 聖經說 不得 不得 不得江山 有沒有 所以聖經所講的一件事情 我們注意看 跟愛有關係 不得江山 跟愛沒關係 不得江山 你知道我是個獎人 聽說我是名獎人 人家說的不是我說的 人家說的不是我說的 所以你在Google上面打 劉明慧牧師 人家跟我講的 我才知道 我才有一次去 在紐約 帶一個 帶一個教會的聚會 我一去以後 他們介紹 介紹講演 比我自己介紹還清楚 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從哪裡來 我沒有給你啊 他說很簡單 Google一下就好 往那時候才明白 什麼叫Google 以前我們都叫什麼 Yahoo 我們從Yahoo到Google 叫Transition Period 哦 我在找Google 是這樣子一回事情 所以你可能認為 這是很好的 但事實上不是 你怎麼知道我來講道 不是打知名度呢 你不會知道的 你看我西裝筆挺 滿口道德文章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難道 都是難道美餐的 你也不會知道 所以我們說與神同行 我上次講到說 一個人與神同行的時候 你要注意上天警告 你要順福上帝 對不對 我們都講的這些東西 你在困難當中 神也會與你同行 你在聚喪的時候 神也與你同行 我們首先是不是講到這些 你在很聚喪的時候 上帝也會與你同行 祂不會放棄你的 但我們講的比較少 在伊瑪羅斯的路上 他們在聚喪的時候 耶穌請他們與他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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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是一個原則的東西 但是一個教徒 我們現在教徒 最難看事情說 你怎麼實際去做這件事情 原則性的人都懂 我們聽到這原則性的東西 我們是兩腳伏地 有沒有感覺 我以前聽過道的 我知道你們感覺的 做一個好的聽道者 對我要做一個好的講道者 以前受過苦 以後就不要讓人家受苦 所以你會兩腳不著地 這東西怎麼去行啊 要聽上電警告 都很原則性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要思想的是 我們怎樣與神同行 那麼 有件事情很重要的 基督徒今天為什麼站不起來 不會享受每天的生活 因為祂忘了祂是誰 不知道祂的真正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華國大革命 華國大革命 那麼這個華國大革命 一產生的時候 路易十六 就被殺頭了 那麼很多皇族被殺 後來要殺到這個路易十七 將來這個太子的時候呢 人家說這個比較先調查 為什麼 他們以前這些貴族呢 日治認為自己很了不起 都是他們高貴的 我們是低賤的 我們就把祂的王子變成低賤了 看祂的頂質怎麼樣 他們常向我們 讓祂看看祂是什麼樣子 在這種生活地下 你怎麼能不低賤呢 所以這群革命的人 他們就說 把全國裡面找到一對夫妻 那是最惡劣最低賤的 然後給他一筆錢 然後叫他 他怎麼拿到這完全的這筆錢呢 就是把這個王子叫成一個壞孩子 一個卑鄙的孩子 那就可以拿錢 所以先給你一半 讓他做孩子的啟動金 然後下一半成功以後 再給下面一半 這種聲音的人在做什麼做 把人帶好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把人帶壞呢 那太容易了 哇 還有把我也叫來報名 後來東挑西選舉 你家人實在太壞了 連問他的人都不想跟他講話 就啊 交給你交給你交給你 他們兩個去想 這種事情呢 兩三天就結束了 帶壞不容易 還不容易呢 結果他們死了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那王子被打被餓被罵被欺 什麼都不講 他們就軟硬間 男的胸的女孩子 軟的 拿著大懷的女孩子 拿著飯給他講說 哎 你說句髒話嗎 然後這怎樣 這碗飯就是你的啦 你何必這樣 而且你看有這麼多東西 你為什麼不 那王子最後都講得太夠講話了 他說 I cannot say it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was born to be a king 他說 我不能說 我也不能講 因為我生下來做什麼呢 我生下來做王的 他一直記得他是王 所以他不肯說不肯做 那我再請問一件事情 基督你們是神嗎 我們是神嗎 我們是小基督對不對 基督的意思是什麼 考試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請問基督的意思是什麼 基督的意思是受高者 Anauded one 受高者 受高者有三種人被受高的 一個是君王 一個是祭師 一個是先知 所以我們基督不但是君王 我們是祭師 我們是先知 那個Tia是小的意思 我們 但是我忘記了我們身份 所以 We do it We say Because we don't know We are the king 我們搞相對 所以既然基督很多事是 整個說是 人在江湖呢 神不由己 啊 主啊 主啊 I'm sorry for a while I will come back 我就開始做了 所以有一個牧師呢 他有個教堂 在冒區裡面 地點蠻好的 人也還蠻多的 後來這條街上呢 看了一個劇院 一個劇院 那麼這劇院老闆跟牧師就熟了 兩個常常見面嘛 那麼後來一個現象產生了 劇院人非常非常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演得非常好 這個劇院不是電影院 劇院就是像我兒子演的那一種 沙斯比亞那一種 那個人就越來越多 那教會人呢 就反而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牧師有一次 就跟這個劇院老闆 兩個就在講話 他說這個世風日下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他說你想想看 我們的教會 永恆的 越來越少人 你們這種屬世的 我們也想把它分為 屬世跟 跟怎麼樣 屬林 然後外幫跟內幫有沒有 那你們呢 你看人越來越多 你看人心越來越敗壞 這個劇院老闆搖搖頭說 這倒不是主要原因 他說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事情會這個樣子 他這個原因 你要聽我告訴你 他說我們呢 是假戲真做 你們呢 就真戲假做 所以當然就不行啦 這句話很傷 聽起來很刺耳 對不對 劇院裡面的人 為什麼你花錢去看 一張票一百二十塊錢 為什麼人去看 因為他們是怎麼樣 假戲真做 然後 回到家裡面 差一點把他講的 再變成真的 你看那個飄 那個廢魂力有沒有 最後為什麼會產生問題 因為他離開那個劇情 他假戲真做到 就快變成真了 但是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是真戲假做 我們相信上帝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打進裡面 理智裡面說是真的 走的時候就不是真的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自己的未來 所以我們走不下去 這是我們很主要的原因 人家問我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會把一個工作放掉 好好的政府的官員 不當大學教授 你去做神棍嗎 我就跟他講 I got a promotion 他說你怎麼get a promotion 因為那一年 我離開那一年 Whitman 你知道嗎 紐澤西州的州長 調到非洲去做EPA的頭 你們記得這些 他做EPA的頭 人家以為我要跟他去了吧 他說 哦 你要跟Findman去 我說沒有 我怎麼會為他工作 他說你給什麼工作 你給Bush 我說那更不可能 他說那你 那你說那你 你怎麼給他promotion 我說 我是 even higher 他說 Who is higher than Bush 我說God 他說You are crazy 他們就叫你 You are crazy 但是I am not crazy 其實我帶著事奉 一邊做全職牧師 一邊做教書 一邊做證明 真的有七年的時間 七年 七年 七年當中 我沒有給教會拿錢 哎呦 他給我老子一個月給我一千塊錢 後來好像給我一千五的樣子 那我也奉獻一見他都做 那麼 我為什麼不肯 他們幾天開始說你要安利啊 因為我幾天我是被騙進去的嘛 那你不知道什麼意思就好 我本來在教會蠻大的 我從開始就在裡面以後 教會到一千個人了 因為我已經到處講到了嘛 所以那個教會常去 他們就說 有一次我講完到回來 他們一個十四位主席 大概頭髮不是太好的一個 我這個開車回來教族不學 他們就來敲門了 我打開車 欸 劉靖雄 劉靖雄 我說什麼事什麼事 我趕快來不及了 他說我們丟資本很習慣 我說感謝主 感謝主 然後出來講句話 我們就注意聽 我們都希望你來牧羊我們 我說好了好了 再說再說 那我就回去了 就忘了這件事情 兩個禮拜以後 教... 我的家片子來好多那個教會 你看呢 沒有牧師那個教會 本身教會的 一定出了問題 我對他們還有蠻有自擔的 因為那時候很多民運分子都在 包括演習民 張伯利 都在 所以我就趕快把他們講 我說你們出了什麼事 他說我們沒有出事啊 我說請照請坐 哇 做了一五指的 做了滿滿的一個群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已經 只是會全數通過 通過什麼事情 請你來當我牧師 我說誰說的 他說你說的 我說我沒說 結果執政主席 我兩個就在對溫 一個有跟沒有 就這麼吵架起來了 後來他想了一下 他說你進去 這個禮拜以前 你來我們教會講道 我說是啊 他說 我問了你說 我們很喜歡你 請你來當我們牧師 你說好啦好啦 我說隨便講一句 他傳道了 你怎麼可以隨便講一句 哎呦我超常的 我說這也不是我的決定 因為怎麼樣 還要換教會 我們那時候呢 做主義學校長 底下有七十幾個同工 他說我們知道 所以你去問我們禱告 我心裡講 教會怎麼可能讓我走 我很有信心 結果我被我那些老朋友給出賣了 我回去了以後 跟他們講 哎他們怎麼那麼糊塗 我說是啊 他說不行就好了嗎 我就回去 他說不行我們要禱告 這一禱告兩個月就回來跟我講 他們沒有牧師也是真的 借給他們 然後等他們找到牧師 你就回來 我也不能說謊 我說那好嘛 1994年1月2號我來 但是你趕快拼牧 你們這段拼牧啊對不對 1月2號我去 2月1號他們就把拼牧員會解散 然後我就這樣轉了 我想這一下卡住了 我就說我不拉你幾種可以嗎 我們兩個就撐到 撐了7年 教會開始成長 每年到時候收寫就比現在更多了 每年收寫40個 50個 80個 好像也只81個 我忘記還是69個 我就忘記了 洗到那個名字都忘了 站在水裡面 都忘了 都忘了 都不知道再這樣子 後來教會開始 就開始建堂 我就跟他們撐撐撐撐撐 撐到公園2000年 有件事情發生了 我突然拿到州長來給我一張專業成就獎 我想我去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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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張書 我說OK 這是一個人 career apex career的高峰 專業成就獎 周董蓮專業成就獎 我想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好 再過一個禮拜 兩禮拜 一個sendage又寄贓給我 又是個專業成就獎 現在我就留著 去領獎的時候 師父各位記得 那給我照相 那給我留著 我在想一件事情 有句經節出來 我所要的是沒有殘疾的公牛 明天我講這個 沒有殘疾的公牛 我說主啊 不是我不想服侍你 而是我不夠你身格服侍你 上帝說 我是我是你 完全不是你自己完全 我說上帝你真的要服侍你嗎 我說我需要印證 第一個我要問我太太 第二個我要問我兒子 第三個我要問我教會 有一個人反對 上帝這一筆就勾銷了 是我會錯意 你的求你旨意成全 結果不問還好 一問全都通過 那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只喊 2001年4月就把什麽都放了 然後就開始成員募述到今天 照理 我是這樣做御事的 我從來沒有信徽徽之明 然後就給他騙進去 就說了那麽一句話 這麽一句話你要小心 要慢慢的說 結果我是這樣子 然後七年以後我 到家工作室 為什麼需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我很謹慎小心呢 因為我知道這個道路是一個難的道路 沒有回頭的 牧師不是人做的 你們懂得到 牧師不是人做的 牧師從來沒有一個志願君 都是什麽 都是徵兆病 你逃也逃不掉了 他去找你 你看摩西是不是如此 摩西如此 保羅是不是如此 保羅如此 都是他去找你 你去逃他去買抓 這是我的經歷 但是我現在還是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當牧師 我告訴你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君主的祭師 我把兩張圖放在你面前 請問這兩張圖 有沒有關係 一個就是你現在的基督徒 一個是古代的祭師 你看一看那是以色列人 我們是外邦人 外邦人變成基督徒 那是以色列人神所拣選的 其實這兩個幾乎相同 為什麼 你來看聖經 基督徒的聖份 在過去的歷史的裡面呢 你看這個 出外邦記第十九章 上帝為什麼拣選以色列人 他的目的做什麼 拣選到最後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他說你們要為我做祭師的國度 為聖節的國民 有沒有 祭師的國度 聖節的國民 那為什麼要做祭師的國度呢 他遠從歷史的發展是這樣子的 上帝本來跟人之間是完全相通 完全和睦 完全可以相交 是不是 可是人犯罪了 結果呢 人就被趕出離開伊甸園 可是這個時候上帝有沒有放棄人 沒有 上帝在一胎死的時候 就講了幾個大的意思 他說女人的後衣 要跟什麼 蛇的後衣 鼻子為底 第二個給她做什麼呢 給她做一個衣服 有沒有 一個皮衣遮蓋她的羞恥 所以我女兒在高中的時候很喜歡畫圖 剛剛那一張畫圖她畫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張畫圖她畫的 想著說她畫的圖 我就把它用起來 因為她是一個幾乎拿個東西給她喝 我就蠻喜歡的 我就給她 她這畫圖畫 五分鐘就畫完了 而且她想畫衣服 後來我就跟她講 我說Sharon 妳想不想誰是世界上最出名 從古以來到現在最出名的Fashionist 她想了很久 這個那個她也不是記得很清楚 我告訴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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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forget it 我就給她打開聖經 我說第一個給人設計的衣服是誰呢 你們想要是誰 上帝嘛 上帝是 the number five fashionist and first a tailor 她是不是那個 做衣服呢 可是她目的做什麼 不是 purpose of doing that 遮蓋妳的袖子 但是我說妳們這Fashionist 像是鋪肉人的袖子 她設計的辦公 所以我告訴她 她說妳要設計的話 要端莊 端莊還用幾乎台跟她講 她說OK 所以妳知道 神為什麼要做祭司活動 因為人與神離開了 祭司的目的 就是要人回到上帝的面前 他的職責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為你們來代救 使神跟人之間的和好 這是祭司的職份 那你說那個舊約是這樣子 那新約呢 我說新約是這樣子 你看看彼得前書二章九節 他說什麼 為你們是被檢選的 是君尊的祭司 是聖解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叫妳宣揚那 召妳們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是給誰講的 你們都不敢講 你們那麼謙卑做什麼 給誰 給妳講的 就是妳 妳的身份是什麼 君尊的祭司 是聖解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妳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妳這個事情 一忘掉了 妳基督徒的方許 馬上就忘了妳是王子 妳馬上就忘記了 其實妳的責任是什麼呀 妳的責任事實上 就是要宣揚那 照我們出黑暗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世人看不見上帝 世人看不見上帝嗎 看不見 世人可以看見上帝的百姓 我們 所以人家看見我們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是跟過基督的人 人家從我們身上 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同 為什麼不同是因為生命不同 為什麼生命不同 因為上帝堅持了我們 我們生活方向也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那是這種被子的負擔 我們叫做甜蜜的重擔 妳們聽過這個 是個重擔 那是甜蜜的重擔 我們願意擔心 但是我想告訴妳 也不單是如此 將來也是如此 而不是只有這地方講 我只隨便找一個地方 其實五章九節詩寫說什麼 神從各族各方各國中滿的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做祭司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怎麼樣 王全 所以啟示錄是將來的 彼得前述是現在的 以前的出埃及祭 是什麼 是過去的 好現在問題出來了 請問舊約的祭司 跟你現在的祭司 有什麼差別 對還有一個重要不一樣 我們是君主的祭司 他們只是祭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按照 耶穌的樣子成為祭司 耶穌基督是按照 麥基喜德的等次成為祭司 你們記得西伯萊書嗎 麥基喜德等次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善人王 就是平安王 對不對 就是至高者的祭司 他同時有王的位置 同時有祭司的職份 所以他這個祭司呢 又是君王 又是怎麼樣 又是祭司 舊約的祭司 僅僅只是祭司 所以舊姊妹 我們今天的地位是什麼 君頓的祭司 把這個記好 我們是個王 但是又是祭司 這兩個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因為只是祭司 只有服務 王是有前途的 所以我們將來以基督怎麼樣 在地上執掌完全 我們是這個身份 這個身份是我們必須要清楚的 好 既然我們有祭司的身份 那你說那個祭司每天做什麼 你說祭司每天的身份 有點像祭司管管理員 坐在那裡等家來借書 那我們祭司大概是坐在那裡呢 有事情了 來請我們更慎和好 我們就為他帶酒 所以我們才問人家說 先生你有什麼需要 我有為你禱告的嗎 那有啊 然後我們這孩子要考SAT 啊我為你禱告 所以我們大概是做這些事情 但這是不對的觀念 祭司每天忙得不得了 不然有那麼多祭司做什麼 祭司每天的工作是什麼 還有祭司的約是什麼 我們就把約講清楚 因為每個東西一定要先有基本的東西 你要懂基本的東西 你要再講事工 我們的職責是什麼 那約到是什麼 那馬拉基書 馬拉基書就第二章 我們看一下馬拉基書第二章 第二章到第五節 從第四節來念好了 第四節到第五節 他說 你們就知道我傳這誡命給你們 使我以立位所立的約可以長存 這是萬君之以赫華說的 我曾與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約 我將這兩樣施給他 使他從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懼怕我的名 好這裡出來了 你知道聖經有很多詞 是聽起來都很對 但是心裡面不太通 有沒有這種感覺 什麼叫做生命的 什麼生命的約 怎麼說一個叫生命和平安的約 什麼叫做生命和平安的約 平安的約比較清楚嘛對不對 平安的約 只要你認得菲尼哈的槍 都認識平安的約 你們知道菲尼哈嗎 這個人 姓菲的 你們不認識他 我們看一下民宿記的第25章 民宿記 第25章 這篇道有點難 我慢慢講 你們慢慢的去把戲照畫 這篇道有點難 民宿記第25章 二十四章的背景是這樣子 以色列人呢 走到了 已經要到金加南了 最前最後的一戰了 在那個地方呢 他們遇到了一個困難 那麼他們曾經打敗了巴桑王二 對不對 亞摩利往西洪 把監獄的城池給攻占了 把巨人給打敗了 可是有一個屬民的陣戰 他們以前沒有遭遇的 那個就是巴蘭 巴蘭知道一件事情 他曾經 四次咒主以色列人 沒有成功 他沒有辦法咒主 我有一天道叫做烏福 烏福還被咒主的百姓 講他四篇的四篇 那這次來不會講 但是呢 他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咒主上帝的百姓 只有一件事情 他們必須犯罪 一犯罪神離開 他們就 咒主就可以進去 因為他們在上帝保護的底下 就指揮人家 為什麼可以咒主我們 你想不想 我們是在耶穌圈寶雪的遮蓋底下 人家沒有辦法 但是當你犯罪的時候怎麼樣 人家就有進來 你們今天讀雅各書 還沒有讀到 就是你的牧師 把前面那一段 可能昨天前天講過 不太知道 像我講 他說 罪 私欲懷胎就生出罪來 罪是即掌存 就生出什麼 死來 請問這是給基督徒講的 還是給基督徒講的 給基督徒講的 基督徒講的 所以你要犯罪 上帝的很多人保護 就沒有了 所以他知道 必須才犯罪 所以他就用了什麼方式 才犯罪呢 他用人裡面的肉體 人裡面肉體有幾個 食色性也對不對 你們懂了 肉體 我又再解釋肉體 很簡單的 食色性也 那麼他就四人遺佑他們 所以他跟摩押米店的女子 摩押地米店的女子犯了監獄 所以當天就有了很多人 就等了瘟疫 兩萬多人就造了瘟疫 結果大家正在傷心的時候呢 一個西緬支派的一個 應該講什麼 組長的兒子吧 就帶了一個米店的女子 所以菲尼哈一個祭司 就跟在後面 然後就從背後把兩個人刺死了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這25章 背景這個樣子 25章 明書記25章 我們看第八節 菲尼哈看見了 就從會中起來 手裡拿著槍跟隨 以色列人進庭子裡去 並將以色列人和那女子 由戶中試穿 只要在以色列中 瘟疫就止息了 那時遭瘟疫 死的有兩萬四千人 第十節 耶華小玉摩西說 祭司養人的孫子 以利養上的兒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所發的怒消了 因為他在他們中間 以我祭血為心 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們除滅 因此你要說 我將平安的約去給他 有沒有 那個平安的約就是說 使一個人不在上帝的震怒底下 這個叫平安 我們常規一句話 平安不平安 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死吧 大概這樣子 平安吧 平安 事情沒有憂傷 還好沒事沒事沒事 這什麼叫平安 聖經不是 聖經是說你活著 但是你在上帝的震怒底下 你就不平安 這個清楚的意思嗎 耶穌經是講過這麼一句話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感怯 那耶穌賜給你什麼平安 為什麼不要憂愁不要感怯 為什麼這平安憂愁 是講說我叫我的平安吃給你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這群人在上帝的震怒底下 不要回第三章 不要只讀十六節 讀後面一點點 我們在上帝的震怒底下 那耶穌基督為我死在釋架上 解決了怎麼樣 上帝的憤怒 我們叫做挽回忌 有沒有 叫做挽回忌 那麼這挽回忌 是上帝的息怒呢 所以我們在上帝的底下呢 不在祂的震怒的底下 所以這叫平安 所以耶穌說我來叫我的平安吃給我 我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 所以耶穌平安跟世人平安不一樣 我們世人平安是跟銀行的前述有關係 對不對 你們想想是不是這個樣子 銀行的存款稍微上萬塊 夫妻就常常吵架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就開始了 就價比市區平安 就那個中心啟動 什麼平安都沒有 但是他說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 是指導我們在上帝的證物底下 耶穌基督帶給我們真正的平安跟安息 這是耶穌所講的 所以這平安的這個約我們明白 但是生命的約呢 什麼叫做生命的約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我們看一下立位記 立位記第十章的時候 講到了幾個事情 立位記 因為立位記第十章 講到拿打雅比戶有沒有 拿打雅比戶 然後線上反火 然後就有火從神那裡出來 把他們給燒滅了 那麼到第十章的第八節 就重新把祭司該做的東西給他講清楚 他說 立位記第十章第八節說 耶穌基督說 你和你兒子進會墨時候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死亡 這要做你世世代代永遠的定義 第十節說 使你們可以將聖的 俗的 捷徑的 不捷徑的 分別出來 又使你們可以將耶穌基督 給摩西小於以色列人的一件律律頂章 教訓他們 接著摩西教於以色列人的頂章 是聖明的約我們清楚 對不對 但是 聖的、俗的 捷徑的、不捷徑的 跟聖明的約到底是什麼 好現在我們來講些 什麼叫做聖的 什麼叫俗的 我做牧師是什麼樣 是聖的 你們平信徒 叫做俗的 錯 做牧師是不是一定聖的 那道也不見得 道也不見得 我們保加利亞的教會 你知道我們有兩個分堂嗎 一個在New Time 一個在已經到東歐去了 有一個保加利亞 現在正在健康 那麼 去一個牧師從台灣去了 姓陳 不要告訴你名字 不好意思 姓陳 以前在基層教會什麼 秘書長什麼東西 他去了以後呢 在上個月的短訓時間 拿了我們正在健康的教會 就是說 用就是 就是拿 不是他手去拿 他說要這個要這個 拿了我們一萬零五百塊錢 一萬零五百塊錢 以後他說要去英國 去做什麼事情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後來給我講了 他們說 他說要兩千塊歐元 我們說我們不能 沒有那麼多 給他五百塊 他還不高興 這個事情 沒拿緊 以後他走的時候呢 你知道保加利亞的弟兄姊妹 都是擺地攤的 沒有讀什麼書的 不像我們這裡 都是沒有讀什麼書的 他去了呢 每一家都拿東西 走的時候 帶著八大箱走 那後來我們就講了一句話 這到底是傳道呢 還是強盜呢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 就很大的問題 所以不是我們這些做牧師的就是聖的 我們做牧師也可能是 學文不成 學見也不成 那只好做牧師 有牧師不得要分 好可憐 我仔細罵總可以吧 我不是講什麼 神牧師Lum One 他怎麼帶這麼久呢 但是這是個事實 所以聖數之分 你不要看到牧師就肅然極盡 你要見別一下 看看是真實一下 因為好數節好果子 壞數節壞果子 聖數要分 聖數要分 你們上班到底是不是輸的 輸的 有可能也可能輸 為什麼 因為你或是為數上班 你為什麼搬到這裡來 因為這教會需要你 我聽過有一些 叫做宣教移民 我聽過這個 他這工作過得很好的 在那已經做VP了 他說那個地方有需要 幾下你湊在一起呢 就到那個地方去呢 重新造工作 再來我說那是聖的 那上班為什麼上班 為誰上班 為上帝上班 他什麼事情只做一件事情 我如果這件事情主不容量你 我不做 我做會計 你叫做兩本帳 我不做 沒有工作那就沒了 這是聖的數了 聖的 聖的 所以聖數之分不是你講那個 聖數之分是這樣分的 為什麼叫聖呢 比如說我手上這個叫戒指 叫結婚戒指 對不對 就是這麼 現在美國買幾十塊錢吧 那時候感覺好貴喔 現在一吃一餐飯就沒了 幾十塊錢 但是教會會要見他 我把這個戒指奉獻給教會 就在撒那之間 他變成聖戒 你們明白意思嗎 那個叫聖的 是以擁有者 因為以色列的聖者 擁有那個 所以那個叫聖的 這個清楚嗎 你們很多人 你們還沒有看過師母 師母是 認識他的教會裡面 很出名的溫柔 不過大家不解了 他很出名的溫柔 看樣子也很溫柔 但是師母其實沒有言 教會裡面 曾經出了這麼一件事情 教會總是會 以前是禮拜天開 不是禮拜六開 禮拜天開的時候呢 就有節省時間 當然禮拜六不用再出來 就節省了時間 那麼大家開會 那麼很多人 家裡一渡車的 就要等車子 對不對 等車子只是會 快的話一個多小時 慢的話五個小時也可能 看怎麼吵訪 那麼有些等不及 就到那個主流學辦公室 主流學辦公室最多紙 對不對 就去拿了一堆紙給他兒子 我兒子已經外面 我們教會地蠻大的 十五地 那麼我們的教堂 也有兩萬多尺 我們教會很漂亮的 就不要來騎 然後 還有沒有欠錢的 所以我們宣教做得不錯 因為我們一年可以用三十幾萬 二十幾萬做宣教的 現在還是希望再擴重一點 因為有點太少了 把一定為牛吹管的講師技了 然後他去 那邊跑完以後就回來了 回來就說 媽媽 我好 媽媽說 那你畫圖畫圖 結果他拿一張紙 拿幾張紙就給他畫了 剛好倒楣 順地經過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做什麼 他說 孩子等得很無聊 那他畫畫圖 打花點時間 感謝主 但這個不能 這是屬神的 把他收了 然後呢 到Copy room 找那個Copy剩下來的 反面 白的 拿一點點他 這些都可以畫 那為什麼他這麼做 因為他認為每一張紙 只要是神的 都是怎麼樣 都是聖的 不是你愛拿就可以拿的 那還有一件一件事情 我們教會很多 音樂的PhD MusicPhD 聽了多羨慕啊 音樂的PhD 那我們教會就很多人學琴 學琴 那下午去我們會嗎 有些開會的 下次跑到那個祖堂上面 走上去呢 然後他下午要去 去練習去了 師傅親切地從進去 誒誒誒誒誒 這樣你在做什麼 I gotta recital tonight I gotta practice 到家裡去 practice My days is meeting 師傅說 You gotta practice Very good Go to BO7 他開始看看 But that way it's not good 他說 I don't care good or bad This is God's piano 你懂的意思嗎 這是屬神啊 你要練習去那一家 要去練習 你不能在這裡練習 那孩子鼻子一摸呢 熟了 媽媽很不好意思 但見得她走掉了 唉唷我看了 我站在那裡 看怎麼一看啊 我想這下毀了她 我心裡很佩服她 教會有多少講這種話 除非你有夠愛 你不夠講這種話 講完話 生不了不起 因為我不能來的嘛 可是她敢講 因為她已經有愛 所以人家還是繼續來 也佩服她 但是我覺得這是 聖屬之分 你知道什麼是屬神的 什麼是不屬神的 你不能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這叫聖屬 那你說好好好 這個了解 那什麼叫解禁不解禁呢 然然按照立貴記 第十一章這樣子 吃東西先把這一張copy 放在口袋 等一下 I check 喔 可以 這是魚 有臉 可以吃 是不是這樣子吃呢 那你要找到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一個觀念 聖屬之分在哪裡 解禁不解禁分別在哪裡 解禁是什麼意思呢 假如這個東西 它是按照神起初創造原意的 這叫解禁 違反上帝起初創造原意的 叫做不解禁 這個清楚吧 為什麼牛跟牙 可以陷阱是解禁的生物 因為他們吃的東西 是按照神起初創造的 神給動物吃什麼 吃草 所以它叫什麼 那叫做解禁的 那姓老虎 老虎要貴可不可以 上帝我把最好的給你 老虎 可以不可以獻 不可以獻 為什麼 不解禁 為什麼 它吃肉 這不是上帝 所以你就開始明白了 為什麼 同樣是魚 為什麼沒有靈的 在水底下的 是不解禁的 因為這些魚 雖然有Catfish 我那個肉甜得很 很多那種 最主要魚的肉都很好吃 為什麼它的聖經叫做不解禁呢 因為他們自己吃死吃 叫做Savager 很多的死吃掉在怎麼樣 水底下他們吃那個東西 你懂得死嗎 就是這個叫分 基本上這樣分就清楚了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基督神創造的時候 並沒有創造死亡 死亡是人犯罪 羅馬是紀錄章 罪從醫療入了世界 死又是從罪來的 所以這個是神起初的 所以罪人的死亡 就變成不接近了 所以當一個大祭司 祭司還可以 大祭司高有在他頭上的時候 父母死 可不可以去追到 可不可以去摸 不可以 立位進行的細章 對不對 不可以 因為高有在神 他不能摸 祭司倒是可以 祭司呢 是 自己小弟裡面還可以 大祭司是不行的 一個立位人 可不可以 死死也不能摸 也不能摸 那死不是長期嗎 因為是人犯罪過的事情 不是神起初創造的 所以他稱他就不接近 不同人情到個地步 連父母死了都不行 所以我稱他就不孝順 那是因為我們不明白 這個聖經的原理 神不是叫你孝順不孝順 這叫不孝順 而是違背上帝原來的創造 我再講一個當你很生氣的 你們要不要聽 我可以告訴你 很生氣的 他說 一個女人生了兒子 休息三十三天 有沒有 生了女兒 休息六十六天 那生女兒好 也是生兒子好 生女兒好 66天 但是聖經的看法不一樣 為什麼是66跟33天 都是生孩子 是不是生女兒 失血比較多 要需要做月子做 整個一點做兩個月 倒也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女人生長受苦 是咒诅的事情 你們記得這段聖經嗎 我要增加你怎麼樣 生長的苦楚 好 現在 生一個男孩 一個女人 33天 生了兩個女人 一個女人 生一個女人 就是幾天 66天 66天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你要分清楚 一個東西是不是捷徑不捷徑 就看見上帝起初創造的原因是什麼 你就可以分出捷徑不捷徑 這是上帝的心意嗎 上帝起初的設計是這個樣子嗎 很多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只要你需要解釋的 大部分都是不捷徑的 所以保羅講一些話 街上賣的東西怎麼樣 你們儘管吃 有沒有 但是你要問他就不要吃 有沒有 有沒有 哥林多不是講過這些話嗎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在你們心裡已經怎麼樣 不漸進了 所以我以前當輔導 我這種輔導是越府越島那種 年輕的時候 當輔導 當輔導是因為年紀到了 不是因為屬名多高 就叫劉哥劉哥劉 就來了嘛 年輕的時候 教會順便當輔導 那女孩子就跑來 劉哥啊 我上了大學 我說感謝主啊 搞上了國立大學很好啊 他說 劉哥 我可不可以參加舞會 我就看著他 我說 你為什麼要問這件事情 他說 我就問你啊 我說 你怎麼不問我 可以不可以吃飯呢 他說 吃飯也是好問的 我說 那你就不能去啊 他是那個 那個小菊他去了啊 我說小菊沒問我啊 你懂這個道理嗎 你還怎麼太痛 這個東西是 不是好跟不好的問題 而是怎麼樣 你心裡已經告訴你 這個 it's not something wrong but why you want to do it 那你就不去嘛 有那麼痛苦嗎 我到現在還沒有跳過舞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喝過一杯酒了 你相信不相信 我連結婚都沒喝酒 我還沒有讀過博愛 不要這樣表氣啦 我什麼事情都沒幹過 因為我16歲姓主 我就 開始決心跟誰做 所以我真的是 沒有喝過一杯酒 結婚的時候 怎麼應付的呢 人家拿去 那個紹興酒的瓶子 撞茶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就去敬酒 人家都知道這個了 人家都很清楚了 人家說 我們換杯子 換杯子 我就給他講說 換什麼杯子 這是茶啊 那給他怎麼應付了 直接喝掉了 因為太誠實了 一般人就說 我先乾 我先乾自己先乾了 我就不做這個事情 我這是茶啊 這是什麼好喝的 你那支酒 你喝酒不喝茶 他傻了 他自己喝掉了 就沒事了 所以我就過來了 而是我到現在 還沒有喝過一杯酒 所以我想告訴你 一件這樣的事情 一件事情 潔淨跟不潔淨 是完全在乎你去明白一件事情 到底上邊的信息是誰 這個清楚吧 那基督應該 一個祭司 應該要把它分辨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神給我說 你的 一個約 好 那你說這些約 我都清楚了 沒有這個認定了以後 那麼教導 我剛才講過 那是屬於平安人約 因為人得罪上帝 就是上帝正幕的底下 所以我們就不得罪神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那麼 祭司在做什麼 這是會幕 會幕 會幕裡面呢 我們這看起來 最底下的那一個呢 這個叫做祭壇 喜索盆 到進去裡面去 這裡面有個燈台 這裡面有個香壇 這裡有個陳色名 然後這是約會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英文了 對不起 這個就是比較清楚了 這就是祭壇 喜索盆 燈台 香武 陳色笛 然後這是 約會 那麼一個祭司呢 能不能直接進入 進入自身所 他不能進去 只有祭司 大祭司 一年一度 可以進到自身所 做什麼 贖罪 七月的第十日 他為自己贖罪 然後為百姓贖罪 那出來的以後呢 有兩隻羊 你們記不記得 一隻羊放在外面有沒有 讓他回去 你們知道這個事情嗎 那個就是 忘了嗎 到空遠去不再紀念 就是我們的罪 上帝不再紀念 然後他會有線上的根器 那一隻放回去 這是有屬於的意義在裡面 但是一個祭司 我們 我們 其實我們要處理的 有幾件事情 要處理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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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呢 都是每天做的事情 不是偶爾做 那你說到底這些事情 是怎麼每天做呢 好 我們現在把它 再看一下 那這個事情 這個就比較簡單了 你看你看到的十字架沒有 還是沒有看到 你看到十字架 這個是從道塔上帝面前的 經過什麼 你的獻祭 你的捷徑 你的禱告 到神面前 要我們聯繫 你的恩惠 做隨時的幫助 對不對 耶穌基督你們做了 在很多方面 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有見證 我們有登台 我們有成設定 對不對 這是一般 但是我們現在要慢慢的解釋 基督該做的事情 你每天要做什麼事情 怎樣才能夠使我們 遇神同行 因為這是每天的功夫 不是偶爾聽到 開始判斷 這是神的警告嗎 不是 每天都能做這個 我們就發現 我們沒有能力 為什麼今天教會 復興不起來 主要的地方 在今天這堂道 你們要注意一點事情 好 祭師每天所 所獻的這個 這個福師什麼呢 第一個 早上起來做獻祭 而這個獻祭是獻什麼祭呢 這個獻的叫做平安祭 叫做平安祭 這次獻平安祭 還有獻什麼 獻班祭 兩個祭要獻班祭 這班祭要獻的時候 然後呢 書愛經紀29章 38到39講說 你們早晚要獻 要獻班祭 那麼我問你 獻班祭的屬於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就是尾聲 尾聲 早上怎麼樣 跟上帝尾聲 晚上要睡覺 就是晚獻晚祭的時候 跟不是午睡覺 要獻晚祭的時候 跟上帝尾聲 也就是說 一個人跟耶穌基督的尾聲呢 不是只有曾經尾聲 很多人一講話說 我在庭聰隆 有一次裴禮會的時候 我就把自己獻給自己啦 就獻給自己 還是獻給上帝呢 我說 你要講清楚 你獻給自己 然後我說對對對 我把自己給獻上了 我說好 我說但是你以後呢 以後我獻上了就這樣子 我說我怎麼說我講的故事給你聽啊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有一對呢 七十八歲的夫妻 準備離婚 法官說離婚應該是 三十八歲二十八歲 四十八歲還可以吧 超過五十八歲 要的眼睛 沒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他說你們兩個為什麼離婚呢 他說太大的告辭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他不愛我 他先生在旁邊沒有 這個法官沒有叫他發言 他就發言了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那個法官就問這個女的是說 你說她不愛你 她沒有把她的賺的錢都帶回來 外面有女人嗎 都不是 她每次錢都帶回來 外面沒有女人 那為什麼她說我愛你呢 因為她 從來不說我愛你 他說It's not true 他說有嗎 他說你有講過你愛我嗎 結婚這麼五六十年 然後你就問我你愛我嗎 他說有啊 我跟你求婚的時候 就跟他告訴過你了 他說是 你講求婚的時候 你說你愛我 所以我嫁給你了 跟崇敬以後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你沒有講過 他說I didn't change it Why I have to say it again 有沒有 因為我從來沒有改變 為什麼還要再講一次呢 因為大丈夫一言即觸 是嘛難追嘛 對不對 有沒有碰過這種先生 哎呀你受得了嗎 我常常勸你們 早晚要嫌棄 早上要講 晚上要講 而且講我愛你呢 不花錢的 因為男人跟女人不一樣 你們同意吧 男人是靠什麼活的 無聊的自尊心 你要跟 除了一個男人 你從小女孩 從來不上大自尊心 噢 那麼這個男人就很好 你多給他稱讚 你要他做事 他就做什麼 你看那個女人 回來就看報紙 玩電腦 啊 這個 這個颱風過了 就是hurrikan過了以後 叫人家來砍樹 人家把樹砍下來 都拖走了嘛 那一個女人怎麼拖得動呢 就找他兒子呢 怎麼樣 幫忙 幫忙 滾啊 滾啊 這個男孩子心在一眼 受不了了 有沒有 啊 我來我來我來 啊 搬出去 拍他很聰明 你看爸爸還有力量 你看 He's a man 爸爸 給爸爸鼓掌 啊小動 鼓掌 告訴你 你回去做飯嗎 衣服 全都帶光了 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關你 哦 因為He's a man He's a man 跟女人靠什麼活 女人是靠愛活的 你只要早晚講 I love you 哇 那飯好吃得很 做飯心情又好啊 又好吃 又不做呢 你又不花錢嘛 你要現早就要去管機啊 你要現身啊 我可以講 我們跟上帝關係也如此 我們跟上帝要現早就要去管機 早上回生 晚上怎麼樣 又回生 所以聖經就講 現晚祭的時候 天使來要帶你你那裡 有沒有 那你說什麼叫晚祭呢 晚祭就是 番祭裡面 晚上就現了個祭 這個清楚嗎 早上要現 晚上怎麼樣 也要現 所以我們跟神的關係是 24 7 保持這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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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尾聲 好 但是 你早晚現今 聖經有這麼話講說 那個 我們就不看聖經了 就相信我 真的在聖經裡面 哈哈 越來越說了 朋友經紀都在上面 你們就看就知道了 在講說那個火怎麼樣 不可熄滅 那個 你做你獻祭的時候 那個火呢 可不可以熄滅 他說你獻祭的時候 那個火是 是不可以熄滅的 聖經就講了這些 這些話 在基礎的聖經就講說 這個火呢 是不能熄滅的 你看一下 利未記的 六章十二節 說火是不能熄滅的 就是說你獻祭 早上現 晚上現 在兩個季當中 這火能不能熄滅 不能熄滅 那你說祭司沒事幹啊 整個晚上首夜 是火不能熄滅 對啊 可是問題是出來這裡 火為什麼熄滅 你看我們現在上天鬼神 剛剛信主的時候 可能熱對不對 熱到燙人 那最後冷的時候 冷到怎麼樣 凍死人 這是我們清楚的 兩個極端 一個燙人 一個凍死人 那麼 為什麼什麼時候 會從燙人到凍死人 因為我們的火熄滅了 現在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火為什麼熄滅 為什麼你做精途 越做越沒盡 每天拖著沉重腳步來教會 不去嘛 牧師探訪 結果怎麼會問 就把我的軟弱暴露出來了 表面咬著牙 我們就去教會 教會比較冷 忍耐一下 兩個小時把臉打開來笑 對不對 然後人家說 很好 感謝主啊 感謝主啊 把力量用盡了 回家就虛脫 這是我們的感覺 我講的實際 很多基督就是沒有能力 就是沒有辦法 活著被熄滅 這是一個我們基督必須做思考的 為什麼有這個服飾 可以堅持不斷的服飾 有些人這服飾一段時間 就沒了 為什麼火被熄滅 因為長了灰 有沒有 你上木炭上到最後不是灰產生的嗎 所以為什麼在祭壇上要產之 有沒有 產之產灰 那倒在怎麼樣 竭盡之處 你記得這件事情嗎 灰要倒在竭盡之處 那為什麼灰會累積呢 是這樣子的 我演的好朋友 他是以前是讀船方面的 我不知道是船物系還是什麼系 我知道 搞不好跟船有關係的 那我的特點是 我知道你讀什麼 我就會問你什麼 因為我跟妳學東西 我是非常好奇的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我問他說 我說你們這個船 在水上這樣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那我們車子呢 到五千mine 三千mine 就要去train up 對不對 維修 那你們要不要維修啊 他說當然要維修啊 而且維修不是一天的事情 是講禮拜 甚至有時候講到月的事情 哇 我是船那麼大啊 大概要換那個機油 也比較難換一點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那個東西 兩天都做完了 點多三天 就全都搞定了 沒有問題 那我說那你們其他人去做什麼 他看看我 你從來不會相信 我說我為什麼會不相信呢 他說主要是採貝殼 我說船有什麼貝殼 他說有 他說 船上海上走的時候 貝殼是怎麼樣 砍 砍 我說連得住嗎 他說是啊 一百個連不住 其中一個也會連住 那你就一直走一直走 以後貝殼越來怎麼樣 越多 以後這船的吃船線會往下沉 那你的船是為了運貨的 你本來應該賺這麼多錢 運這麼多貨 你這樣運貨下去 怎麼樣 那你就要翻了 你就要進水 海大地大地要進水 所以這個維修是 到了一段時間就進來怎麼樣 插貝殼 我突然間就明白 原來我們的灰從哪裡來 從貝殼來的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有時候不太注意這事情 比如說 我們兩個講話 我現在在弄個退休會 我很急 你也很急對不對 這同工叫注意 本來你應該來的 你居然沒來對不對 然後 你終於來了 你也抱歉 對不起對不起 我今天遲到 我才挺旺的 屬神的事情最好不要旺 這也沒錯 也蠻溫柔的 可是你要注意 這一塊貝殼 當時候沒怎麼樣 事後慢慢累積累積累積 你們兩個關係會怎麼樣 就下去了 你也慢慢發現你的喜樂 一點一滴的就失去了 那就是個貝殼 不經意的 都不重要 發生的時候 一點都不重要 一個貝殼 對一個幾萬噸的船 有什麼影響呢 算什麼 好像給螞蟻 貼在褲膠上面 一拍子走的事情 可是 這東西黏在上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就失去你的能力 你慢慢發現你的喜樂的失去了 你慢慢發現你服飾沒有盡了 你發現上帝跟你之間 好像濃濃當中一個黑雲照住了 爬下看得到陽光 但是感到陽光 你發現你沒有能力了 為什麼 因為灰沒有產生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時候 我們言語小心 我們聖禮告訴我們那些上面之間 一個意念產生 馬上認罪 因為這句話 講得不合適 這念頭動得不對 馬上就跟什麼 跟神就說 你水 棒 不要把他灰 這個灰就會成掉 這火就不斷的 的希望 所以 所以 羅馬書説章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心裡要長長火熱 我們也想長長火熱 就是熱不起來 有沒有這個現象 就是熱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太多的過節 一點點不高興 一點點的東西 看見孩子 看見見鬼 看見牧章 哎呀很多事情 都是一點點 那一點點就是這麼灰 你不把它採乾淨 到最後這火就失去了 以後就朝裡也不聚會 當然天開始先不奉獻 然後以後呢 就不服事 最後就不聚會 以後就說 就會講出一句話出來 那神仇無所不在的 在家裡聚會也可以 聽誰講道 聽那個最有名的 對不對 我們就慢慢就死去了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所以番祭是招本要獻 獻的時候 一定要獻上 番祭獻後 一定要獻平安祭 有沒有 一定要獻平安祭 那聖經裡面就告訴我們 在獻平安祭的時候 其實上它有兩個祭 平安祭在獻的時候 是有兩個不同的祭 我把這個事情講給你 我們看一下 立位聖第七章 那個大題目叫 祭祀獻平安祭之刃 但是書五節告訴我們說 這平安祭有兩個 有兩個性質 一個是第十五節說 為感謝獻平安生存的肉 要在獻的日子吃 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獻的是為還怨 或是甘心獻的 並在獻劫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 要用火焚燒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這祭並不能悅 所以平安祭要分成兩個 一個叫做什麼 感謝祭 什麼時候吃 當天吃 要是甘心祭呢 可以留到第二天吃 你說為什麼不一樣 是這樣子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對上天的感謝 當天感謝 不要等到明天 對上天所願的 所獻的平安祭 跟神關係這種平安祭 你可以得到一天 這邊所強調的一件事情 凡是你感謝的事情 不要拖延 養成一個習慣 孩子給你做了一點點的小事 給你洗個碗 你先看看太陽是從西邊出來以外 你要告訴他說什麼 來天 Thank you You're so good 你知道媽媽好累 Oh so good I so good Happy you to be my son 感謝 當太太為你煮了一個 你喜歡吃的 他就說 Oh honey You're so good How do you know 感謝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Don't wait 所以當天要吃 那其他的呢 隔天沒有 但是也不能等太晚 第三天怎麼樣 不能吃 人家都忘了你吃那麼多 先做什麼 對不對 那個是 感謝的記要怎麼樣 但是這裡面有很重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 一個人在餡 當季的時候 他有一個原則 那個原則是 他跟神關係 一定要對 不然這獻祭會不會無怨啊 不會無怨啊 不會無怨啊 所以聖經怎麼說 誰叫你來見他 我的願意呢 你一舉手怎麼樣 他說我就厭犯 你跟神關係不好 尾聲有沒有要 尾聲沒有用 我當然 我不好意思告訴你們 比較兇的經節 你們自己去看 阿摩斯書第五章 他說你唱歌他也不聽的 彈琴他也不聽的 你說有這個經節嗎 我說有 你自己去看好了 不要說我講你 我告訴你經節好了 阿摩斯書第五章 第21節 一直到第24節 他聖經說 要是你們 歌唱的聲音 原理我 因為我不聽你們 彈起來想聲感 彈起不聽 歌聲也不聽 為什麼 因為你們 你們只公義跟公平離開 神不行 你們聽到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一個獻祭 但是祭司除了這獻祭之外呢 他還獻什麼祭 獻祭祭 對不對 那俗千祭呢 就是犯了最大時候不知道 以後知道了 叫俗千祭 好 這個答案對一半 對一半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 在利 利未記第四章 第六章都一樣 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節 第二節說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小以色列人 有多有人 在耶和華所公布 不可行的世上 怎麼樣 誤犯誤犯 誤犯了一件 有沒有 誤犯 所以獻祭是為誤犯獻的 不是為誤犯獻的 很多人對我們有誤解 他說幾乎主要一天 認罪認罪 禮拜一到禮拜一到禮拜一到 壞事做絕 禮拜天就認罪就沒事了 我說你有沒有看懂聖經啊 聖經講贖罪 贖罪即贖千 只是誤犯 不是誤犯 不能是想好的犯罪 然後就換完禮拜天 認罪就沒事了 那就對信仰不瞭解 誤犯什麼意思呢 誤犯就是你沒有medicode 你沒有思想過犯的罪 這叫誤犯 譬如說 你今天上班的時候 老闆在講幾句話 心裡很不舒服 對不對 回來路上 雞氣嘟嘟了 剛好兒子倒楣 在車門櫃上打籃球 你等啊 等了三分鐘 一分鐘 孩子不走 你就跟他打 啪 有沒有 就跟他 哦 就趕快走開來 你把車子放好 打一下他頭 爸爸回來 怎麼樣 還不怎麼走 真笨啊 你啊 有沒有 你幹過了啊 那個叫誤犯的罪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那個不是你說 老闆罵我 我就罵我兒子 回家想好了 然後就怎麼樣 看到兒子就開始找他咋 不是 那誤犯 誤犯就是說 你沒有準備好 但是情緒來了 事情不對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會怎麼樣 因為你自己是人 所以你會犯了一些錯 這叫誤犯 但是誤犯呢 誤犯是你怎麼樣 你已經設計好的 那個叫做誤犯 誤犯的罪 只有7月10號 獻祭的時候才得生 但是誤犯的罪呢 我們彼此可以擔擔 我告訴你一個經節 約翰福音第13章 我們很出名 這聖經很出名的經節 大家都知道這個經節 耶穌基督給門徒洗腳 有沒有 所以我們讀到那段聖經 我們學什麼呢 我們學到謙卑 因為耶穌基督洗 給人家洗那個香蕉腳 然後那些腳都是穿 有時候講道腳很好人 講說那個腳踩過油分 踩過養分 有沒有 耶穌基督就給他洗腳 但是我覺得那段聖經 這只是啟動一小部分 最大的步驟 講到彼得的時候 耶穌基督洗到彼得的時候 彼得講了這麼一句話 他說 主啊你千萬不能洗我的腳 耶穌說什麼 我若不洗你的腳 你就跟我沒有關係 那彼得這個人是 極端分子 主啊那我連手都要洗 連身體都要洗 頭也要洗 什麼都要洗啦 耶穌說那洗過澡的人 就要把腳一洗就乾淨 有沒有這樣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些信主人 是不是洗過澡的人 但是我們在世界上走動的時候 我們是活兒章的誤會 所以彼此耶穌說無所做 你們也要做 彼此洗腳有什麼意思呢 當一個人 他已經是得救基督徒 可是他實在有時候會弄髒 你們要幫他怎麼樣 洗腳 使他跟自己的關係會正確 這叫做署罪禁 這個清楚的意思嗎 那信約的應用 所以菲律比書講什麼 你們佳太書 佳太書 他說你們中間 有人偶爾被過犯所剩 你們屬靈的人要怎麼樣 要溫柔性把往回過來 有沒有 署罪禁 所以有時候 弟兄當中跟姊妹當中 有些人被過犯所剩 兩個人講說 他姊妹這樣突然這樣 我們去給他洗腳 就是說我們去跟他談一談 把他挽回過來 這叫做署罪禁 這是我們每天敢做的事情 可是現在我們經常不做這個事情 只要事不關己 越來越好 不然就佔了一身心 你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基督徒 每天的服飾 有這個 好這是憲法禁 但是還有一個什麼樣 聖宿的服飾 洗濁盆 剛剛公司講得很好 他說我們好像鏡子觀看 看不清楚 我現在問你們 請問聖經講的洗濁盆 剛剛看那個洗濁盆 你記不記得洗濁盆 這洗濁盆 請問這個洗濁盆是用什麼做的 銅做的 銅做的 什麼銅 更深一點 有的青銅黃銅都聽過的 我們看一處聖經 除外景記第38章 除外景38章第8節 找到的呢 我們來念一下 38章第8節 他說怎麼樣 他用銅做洗濁盆 盆做 是用怎麼樣 衛幕門前事後的婦人之 鏡子做的 所以那個銅子嘛 是鏡子 也就是說你洗的時候 會看見什麼 會看見自己的樣子 這是潔淨的秘訣 我們今天為什麼不潔淨 因為我老是看別人 你為什麼不潔淨 我覺得不錯啊 你看那個人長直有沒有 我好像看什麼樣子 我覺得I'm okay 有沒有 那你們搞錯了 洗濁盆不是這樣洗的 洗濁盆是只看見自己 我兒子有一次跟我講個故事 我常帶兒子去吃飯 我們叫one to one 我們的family the region 這樣爸爸一天 一個月可以自己吃 三個孩子 每個禮拜都有得吃 我在跟他聊天 他說爸爸講個故事給你聽 然後看看你怎麼看 他說好 我說好啊 爸爸一下對自己的智慧 很有信心的 他說好 他說有兩個人 洗淹蔥人 美國洗淹蔥人 很平常嘛 他說洗淹蔥兩個 就洗淹蔥洗回來 他說洗回來以後 有一個去洗臉 有一個不洗臉 為什麼 那答案很簡單嘛 髒的就洗臉 不髒的就不洗臉 對不對 我說不對 我說為什麼不對 他說洗臉是乾淨的 不洗臉是髒的 為什麼 因為那一個 那個乾淨的臉 看到人家臉那麼髒 就趕快去洗對不對 然後那一個 另外一個髒的 看到那個人很乾淨 他就不用洗嘛 所以髒的很髒 乾淨很乾淨啊 為什麼呢 老是看別人 但是我們的聖結跟誰有關係 跟別人沒有關係 跟誰有關係 跟自己有關係 你洗中盆是看自己的 跟隨主義是一樣 耶穌基督在約翰福 第21章 跟彼得有挑戰 他說年輕的時候 樹上帶著自己的隨意往來 年老的時候 人家樹上帶著 帶著你什麼不願意去的地方去 這指著他怎麼訓道說的 有沒有 這個人回頭一看 看見一個耶穌所愛的門徒 約翰在那裡 馬上說了一句話 那這個人呢 耶穌說我要等到他 到我來 跟你何關呢 你來跟從我 跟從主 跟結晶完全一樣 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沒有其他的人 不能像年輕人受洗 我們教會受洗 有波動性 什麼叫波動性呢 有時候來的 哇好多人啊 一看都是use 那威爾書面的受洗呢 其中也要受洗 她說 I'm not baptized You are Yeah OK I'm too 然後在too 那個too都 都吐進來了 然後我說 你不是參加一個用對嗎 對嗎 他們就會在parking 他們認為受洗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在神面前 捷徑是夠沒關係的 你不管別人有沒有捷徑不捷徑 其實那個洗濁盆是用什麼做的 鏡子做的 要去看別人如何 看你跟神的關係如何 神讓你看得清楚的部分 捷徑他 你才有資格進到會所來 來侍奉 好我們趕快來講吧 那麼進到至聖所裡面去 他們做三件事情 一個是從你們的左邊看 那就是點燈 那麼一個是金香爐 一個是橙色餅 好這三個請問 哪一個先做 點燈 我就知道你沒講點燈 你看初愛奇記第三十章 三十章 第八節 他說 每一早晨收拾燈的時候 要燒這香 防燈點燈的時候 在耶華面前燒這香 做世世代代常燒這香 這邊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們上去的時候 很有可能 他們先做的是點香 對點香沒有錯 是什麼意思 你看 這個香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禱告很好 你們程度不錯 根據哪一段聖經 啟示錄第五章 第八章 有沒有 雖然有個地方它是陰性的 我們卻不講那個希臘語的部分 但是這香 現在就是眾聖徒的祷告 所以祷告是要去 但是問題在這裡 我們的祷告 是怎麼祷告的 我們的祷告是 我們要什麼 就跟上帝求俗 這是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根據聖經菲利比書 你們要凡事件的祈求祷告 叫心裡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知人出了意外平安 必在耶穌基督裡面 保守你的心懷意念 有沒有這個經節 菲利比書 所以我們特別喜歡這個經節 叫你心裡所要的告訴神 但是我忘了一件事情 點香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 那個重要的就是 要獻上香 有沒有 獻上那個香 什麼拿他福啦 思喜葉啦 這些東西 還要加上五香一大堆 這獻上去 而且說這個香呢 不能拿來聞味道 這是什麼 其實讚美是很重要的 把神該等的讚美 來到上帝獻給他 這是上帝很常聽見的 很常聽見的 我們禱告的時候 一開口就主啊 我慘了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 都都都都都 垃圾就馬上一堆 主啊 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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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n My brother, please 這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很少來到上帝面前 為一堵花感告訴主 有沒有 我們看花那麼漂亮 我們有多少來到上帝面的神 主啊 花整漂亮 你創造正向偉大 我有一次 被逼著 看天空 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次我 我來這東西很累 帶很多職位 又要到玛丽兰来带军会 那师父说我跟你去 我在这里没办法 不逞强了 我说好吧 那师父说好我开车 那我坐哪里呢 我太累了我不坐到旁边了 坐到旁边我根本没办法安息 所以我就坐后面 坐后面我就不看了 我就躺在那里了 我才发现上帝是 是个美艺术家 那天有多烂 那看到那个窗户 我在那里看到他那个树的绿 天的蓝 哎呀我是说上帝你是 the greatest artist 我从来没有看过天这么漂亮的 就那么一次我知道 上帝的artist 我马上把他感谢赞给神 上帝的香味 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闻的 可多时候 多长时候我们自己闻香味 人家给你一点点称赞 忘了自己是神 马上就不行了 我们就偷闻了上帝的香味 上帝说 偷闻香味的调色是什么呀 要从民众减除 你们看这个 除了接近三十章 民众减除 那不得了的事情 你说这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为什么 你知道这个希腊 希腊 怎么讲 Antibar 是不是 死住信号第十二章 曾经有个王 来到推罗西顿的地方 那么去给他们讲话 这一群人是靠王的分封的 的睡精火的 你们就记得 他们跟那个王的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不要巴结这个王 当他把话演讲完了以后 我爸妈的话讲完了 你们讲什么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有没有 结果他们把儒量给给神 上帝接用 怎么样 一只虫 应该要死 多可怕 所以每次听到 称赞的时候 我说两脚发抖 虫在哪里 所以要谦卑与神 同行什么意思呢 要记得你是谁 我们只是一个孤人 我再讲一次 我们这些慰主工作人 这是手套 谁是手 上帝是手 我们是手套 人家看见的是那个手套 但事实上 背后的手在做工 荣耀应该归给那个 那个手 不是归给 可是人没有 相对自己闻 第二个我们要 要记得一个关系 这祸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们祷告不懂随听 你们祷告没有随听 有没有这种经验 不懂随听 因为香坛的火 是从祭坛来的 不是自己烧的 你献完祭 你带一点点火进去 对不对 先把这个火给点燃 不能火 这个不能弄弄清一清 然后开始放香 香气倒到上天面前 对不对 这是想跟众圣徒祷告 一起倒到神面前 包括跟路教育 第一章讲的是一样的 施行案的夫妻 也是要继续祷告 百姓在外面 他在里面祷告 但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没有委身 没有平安 你看你的祷告神的 谁听不吹听 不吹听了 弟兄姊妹 祷告不吹听 先回来 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献上斑基 我们是跟神的平安基 圣经讲这个祷告 有很多很多的教导 但是有几个教导 很重要的 祷告为什么不吹听 你跟太太关系不好 他不听 你信不信 彼得前书第三章 看到你好像不太行的样子 我们就读圣经好了 我讲到一篇根据圣经 看不懂我就读 我就把圣经找给你们 第三章第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说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期礼 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因为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怎么样 没有主爱 没有主爱 那你要是老草呢 你祷告没有 就有主爱的意思 因为这个平安基没有 你怎么来到上帝面前 圣经是讲说 你要献礼物给我 想到你跟你的弟兄有过节怎么样 先去和好 再来献 有没有 所以你的祷告不是上帝都垂听的 不是的 跟神的关系对 跟人的关系对 因为这个祷告神才确定 所以这是个献祭的一个秘诀 我们快点讲 我们时间大概已经过了怎么样 我也不搞不清楚 反正你以为 我把这个赶快讲吗 讲不完 不管他再说 那么你说 这个香点完了 因为你不可能拿一个炭火 然后又去点灯 一种拿灯 不太可能 所以很可能是线上香 然后香在缭绕的当中 去点灯 那么点灯里面 这个灯的火能不能熄灭 不能熄灭 这就是指到基督徒的见证 我们的服势里面 我们的见证不能熄灭 问题是 为什么那个灯 是基督徒的见证 这样子 你会有一个教会 一个人会有见证呢 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 这个金灯还是用一块金金追尘的 一块金金 讲到我们的合理 一块金金 不是接连的 是一块金金 而且在锤的时候呢 它上面有七个管子 对不对 七个管子要互相通 要相通 你这个要相通 相通灯才会亮 它不是说个人 我们不是点蜡烛 纠独很重要的见证是从蜡烛来的 蜡烛一烧就烧不尽了 最后是靠上面怜悯 江城的灯火 它不吹运就不错了 但是不是 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 是相通的 是橄榄油 加在里面 所以圣经常讲两颗橄榄树 撒加列亚书 启示罗讲 有没有 橄榄树 那个油呢 你不去看诗书记也可以 你看约坦跟亚冰明乐的对话 他说呢 有一个树要怎么样去 它会在种树之上 请怎么样 给你橄榄树 做吧 橄榄树我不做吧 为什么我怎么可以停止 对上帝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好像这么多长的 你们自己找 试试记得 就在那个 积淀的儿子的正常 有没有 他比米勒布巴塑尔 二十三 是那个约坦 就那件事情 所以感染呢 它事实上是 圣天油的来源 那感染就在圣经里面 这高油是圣灵的代表 所以你的灯从哪里来 从圣灵来的 圣灵来的 所以因为是从圣灵来 所以它不孤解 所以灯 见证可以一直燃烧 一直燃烧 一直燃烧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几个重要的事情 合一 相通 从圣灵来 这是我们见证的一个来源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 给神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可以努力 一段时间 可是我们很快就累了 因为我们能量的源头 是从这些许起来的 我们可以 退休会 玩可以几天还不错 再下去都不行了 这我就献错预言了 超过两个月 我已经不错了 因为这个昼而复始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除非这次的退休会 我们学习的跟神建议关系 我们退休会没有什么两样 就请几个讲道人来讲一讲 新鲜一下 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做而复始 有机会再回来的时候 你们还是不征仗 还是软弱 没有什么用处 怎么与主同行 就是几篇道 但是我们基督怎么与主同行呢 我们的见证很重要 那你记得见证 这见证不可能是我们自己出来的 但是你说那个灯 为什么会不亮呢 圣经有好多的经纪 告诉我们不亮 约翰飞第八章 约翰飞第八章 讲四个事情 只就护家飞 就马太飞都不讲了 四件事情使我们的灯不亮 他说人点灯呢 不能放在气敏底下 第八章 有没有 人点灯不能放在气敏底下 不能放在床底下 第十一章讲说 你不能放在地阴子里 不能放在斗底下 四件事情使人的见证没有 是什么意思 信呢 是做什么 家务事吗 家里面 Desos 把你残住了 床底下是懒惰吗 斗底下是做生意吗 地阴子是隐藏吗 你说这合理不合理 就很合理 尤其斗底下更是 对不对 一做起生意 人在家 神会有机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 我看过了一些情形 假如我讲道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讲理 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教会有两个做同行生意的 经常会出问题 对不对 尤其卖堂子 以后还是不要讲了就好 不过都已经讲了嘛 都已经讲了 你看嘛 一个新人来 一个新人来的时候呢 对他最热心的是谁 卖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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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生意来了 爸爸是吃饭 跟他坐在一起 你刚搬来 真的啦 你在Resting坐实 哇好急了 那你们 你们住的地方有吗 暂时住朋友家 那你们买房子咯 将来要买 我可以讲 我刚好是做房地产 这张你搬房子这样吗 这样这样这样 这个房子可以讲 不是太贵的 你要买多少来 六十万 很好的六十万 就这样 这个人吃完以后 他先生就叫他 我们来讲 孩子刚进那个要开始 对不起 我们再聊再聊 再联络 跟他一起 有钱人走了 下次又来了一个 我刚听说你刚搬来 是啊 你要买房子的他又来了 刚刚那帅哥讲过 他不行 不行 很多人埋怨的 不行 真的不要跟他 跟他一起跟住 那才高 我教会就马上超线 不行啦 你不好意思 你见证从哪里来 我不是讲你 你不要 不要你再找我算账 我真的不知道 你教会我 政治的使魔力而已 沈牧师 其他我全都不知道 还有Daniel 大概知道三四个 所以我们两个 我们以前都没有前客 他们也没有告诉我 那种事情 斗底下 很多时候是怎么样 或者床底下 懒啊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早上起 闹钟一响 那个电视场的眼 啪的闹钟打坏了 所以打坏以后 再走 重新拉住 有心的 要重新摆上去 已经预备了 我们就把那个灯 都放在头底下 不让他亮 懒惰 聚会呢 做我竞赛事好累 做你原谅我好 我赛事你愿意 都去乱卧了 主啊 那种别人打过瞌睡 我也打瞌睡 算了 我们不服事了 但是很多是放在 第阴子里面的 那就是隐藏的基督徒 礼拜五到了 礼拜五晚上要带茶巾 有没有 就在吃饭时间 一边做笔记 一边看圣经 同事回来的 他都会看 这个人怎么没有出去吃饭 还在开点这么厚 说他能看金边的 问你这么一句话 What's that 你也不好意思讲说不是 而是Bible 你在第二句讲什么 Are you Christian 你也不能否认 对不对 因为在人情不认他 德国将也不认你 只好勉强给他 Yeah 你在下句话跟你讲什么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跟你几十年同事 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感觉到你是基督徒 大概怎么样 你再占尽你便宜 你放在地音质里面 这是我们基督徒上判的 所以我们的见证出不来 你只要赶定要出招牌的时候 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你告诉人家说 我是基督徒 你可能会受到一些智慧 但是你这个东西 把你上来了以后 你想到是上帝荣耀 你再没有退伍 你的见证反而会出来 所以就依靠圣灵的能力 你的见证就越照越亮 但是要记得那个灯丝也会长灰了 反正燃烧的都会灰 所以简直要怎么样去修 有时候要修 为什么灯不亮的 主啊 我长灰了 所以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消失了 好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这个橙色饼 这橙色饼是什么时候献的 安息日不是每天献的 安息日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把一个礼拜所有的收成 做成饼怎么样 来献给神 这个叫做奉献 这叫奉献 圣经讲的很好 你拿到上帝面前 不能空手朝见圣的面 不能空手 因为神每个礼拜 都给你丰丰富富 这个到我在教会也讲的 不是只有在给你教会 你们可能认为我们传到的链子 不是 这是你的祝福 上帝悦纳我们的购物 是个极大的祝福 你来看主圣经 你会很有意思的 民宿记第十六章 民宿记十六章 讲到一个可拉塔的叛变 有没有 可拉塔的叛变里面 摩西做了一个祷告 十六章第十五节 摩西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摩西就圣发怒 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 有没有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 也没有还夺他们一个人 有没有 那有人祷告说 上帝不要接受他的贡物 不是郑重下怀吗 不要奉献多好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越来我们的贡物是怎么样 是我们的荣耀 你最不懂我再给你讲这句话 假如你所吸引你的女孩子 接受你的花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你看看你以前的日子 开学第一天 很多学生在厨述馆借书 有没有 结果你喜欢那个女孩子 借了好多书 你抱一落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抱着歪歪倒的 你就不懂当先去有没有 需要我帮忙吗 他说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来我来我来 没问题没问题 他拿了三本 不用我都可以 拿了 你就从出本抱出来 有没有 那种骄傲 我们也记得吗 然后在路上走 也没有人跟你讲话 跪人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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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为什么要喊这句话 要告诉人家说 他让我抱他的书 耶 有没有 我们都懂在家的事 那种骄傲是什么 因为他让你抱他的书 上帝要 上帝接让我们的贡物 居然接受了我们的贡物 那是一个真正的荣耀 真正的荣耀 你能够奉献 这是极大的荣耀 这是我的看法 我讲这句话 为什么呢 我因为我自己也十分之一 奉献超过十分之一 所以我不是 我讲你做 我不做了 我讲我也做 我大概在教会的奉献 还排得上 在前面百分之二十五吧 那他有什么 聘不上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个荣耀 这是我当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忽略了 我这个事情关系 我就 在这边 这个不讲了 与神相会的地方 我讲的最后一个点就好了 那么有个与神相会的地方 身处与神相会的地方 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祭坛 对不对 祭坛就在初爱奇记 29章42节说 在那里我要愿意相会 我不知道是跟神怎么相会 一个是你把这尾声献上的时候 神跟你相会 一个是相谈 神跟你相会 初爱奇记 30章46节 在那里我愿意相会 还有一个地方是怎么样 十恩座 神又相会 这十恩座是为什么可以相会呢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进入之圣所 有没有 初爱奇记第9章 给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口的路 以前我们这些祭司 是不可能进入之圣所的 但耶稣基督 已经首先为我们进入之圣所 所以我们在那地方 我们可以与主相会 相会的目的做什么呢 我们比较连与生的 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什么样做个帮助呢 这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怎么样做帮助呢 第一个是抵挡猫鬼 你们牧师今天讲到 神牧师讲得很好 我也有很多帮助 事实上在雅各书里面 也讲到这些东西 在往下讲 你就讲到什么 你们要抵挡猫鬼 猫鬼就怎么样 就逃跑 但是我們沒有能力去抵擋祂 我們來到上帝面前 依靠神的能力可以抵擋 但是呢還有一個是怎麼樣 面對事態 我們在這兩個事情上面 求神來幫助我們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魔鬼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你以為魔鬼就使得你離開上帝嗎 魔鬼不會這麼悶 他知道你不開上帝 魔鬼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成功了 叫做僵化教會 patalyze church patalyze 使你基督徒職聚會不做光 就變成塑膠基督 你知道教會有很多塑膠基督 尤其我們教會 我們教會大概有大很多 一站去 滿滿的人坐在裡面 我眼睛一瞳就知道誰來了 為什麼 那一些人坐的位置是目的 擦一個沒有擦個米牌 他就坐在那裡 我叫他趕快樂 但是塑膠基督是什麼意思 我在教會裡面曾經有一年三位一個班 叫做基督化家庭班 我不是每個禮拜都講 我聽說很有果效 很多弟兄改變 那麼有個姊妹就要跟我講 她說明牧師啊 感謝你啊 我說感謝我什麼 她說 我的老公改變了 我說真的啊 是啊 她昨天開始洗碗了 我想跟她擠了幾十年了 我說感謝主 感謝主 就很多好評就回來 但有一次呢 就有個姊妹講說 哎呀 我昨天被她氣瘋了 我說什麼意思 我說上禮拜被她氣瘋 我說什麼意思 那牧師也不曉得 她清完你的初學後 真的是有改變 她以前她旅約上班 所以回來很累 這禮拜六的時候呢 我的孩子踢球 她大部分都睡到 我們回來了 她還沒有寫 她禮拜五之後給我講 在家庭聚會晚 就說在開車的時候 給我講說 她說哎 她你明天 我敬父親的責任 孩子我帶她去踢球 以後你都不用帶她 我父親 我太太那時候聽得好感動啊 天天早上起來呢 大陸弟兄起來的時候 人家人都不見了 太太出去了 孩子也出去了 她才知道她睡過頭了 哇 那心裡很揮不去 要做點補償嗎 太太想種花 要交花 每個禮拜都說 我交花 她就主動去幫她交花 對不對 交完花 正在交花的時候 太太跟孩子回來了 太太看著她說 哎 你在做什麼 幫你交花呀 花不交 會死的 那你交她做什麼呢 她說不交會死啊 你難道這個普通常識都沒有嗎 她是塑膠的 不是 是真的 還去摸 真的 太太 她氣得不講話 她說 我問你這花在我們家多久了 七八年左右啊 至少四五年 她都不清楚 沒有做四五年了 你看她長過新花嗎 沒有齁 不過講這句話就是罵你們了 你在教會多久了 你是塑膠還是真的 生命為什麼可以成長 因為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自己是生命 你懂個意思嗎 我小時候到大陸平台就看見這個字 就是生孩子啊 生命一直是不斷地生孩子 但是你這個基督徒幾十年來沒有生過一個 我告訴你 你是塑膠花 擺著好看 但是在神面前 你要說什麼看 因為這不是你的 神給你預定的本相 用字妹 基督徒每個禮拜 每天 我剛講是每天 所做的工作 是只有這些東西 只要這些你守住了 我覺得你跟我都可以與神同行 我們打告 對不起我用時間來講 恩典的主 我們知道我們講的 沒有完全 但主你的話也發出不會突然而回 以這個古代祭司的之分 所以我們再次提醒我們今天的基督徒 我們有個既旨的之分 那是每天要現場的番集 每天現場的平安集 我們感謝你一面協助 我們要捷徑自己 好叫我們的聖索 我們可以服侍 好叫我們的見證可以出來 好叫我們祷告蒙水廳 好叫我們奉獻我們樂納 好叫我們可以到你面前 我們會得連續做學生幫助 就是幫助我們 在每天經歷你 好叫我們懂得一面同行 祷告祈求感謝奉耶穌基督 Amen